要看电影了 安德烈慈善协会和南高雄家福中心的大小朋友 拿着爆米花和饮料进入电影院 准备观看院线墙片都相当兴奋 有啊我们就是邀请 然后就很多人都很快就爆米来参加 这场公益电影院是由中加宽品港都倾联主办 邀请收视户用铜板价50元就可以看院线片 会中中加宽品港都倾联总经理杨慧雅 将活动所得加上企业捐款 总计8万元捐赠给安德烈慈善协会 就每一位受视户只要你是捐助50块 那我们就会邀请你来参加我们的一个电影的一个观赏 那50块我们会全数把这些的收入 然后捐赠给安德烈慈善协会 然后来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一个家庭 希望青年港都我们可以持续的举办 这样有意义的公益活动 那持续的关心社会上弱势族群的需要 那安德烈也会继续的来帮助这些有需要的家庭以及孩子 在疫情解封之后 大家终于可以安心的来看电影 并且可以发挥爱心做公益 帮助更多弱势家庭 对于中家刊评港都青年善尽企业社会责任 市府社会局和新闻局都给予肯定 谢谢青年港都长期在公益的活动一直都在帮助很多的家庭 特别是一些弱势的家庭 像透过奖学金的方式给孩子很多的鼓励 那透过公益电影院的这样的方式 其实也让很多民众可以参与公益 然后更可以实质 让孩子也有机会看到好看的电影 今天这场活动相当特别 那我想这也提醒我们在后疫情时代 能够走出自己的家门 然后关心我们周遭的朋友 另外能够也集合大家的爱心跟力量 一起来关心社会上的每个角落 中家宽评港都青年每年都会投入企业资源 回馈市民朋友 这次以同板价50元的方式 邀请民众一起看电影做公益 让弱势家庭感受社会温暖 中家宽评港都青年 爱家一公益并愿 成功 记者李嘉隆 来长帮高雄报道